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气也是最好 所以邻近的国家 大部分都很喜欢我们的 这个台湾的这个 柠檬的口味 柠檬呢 我们这个叫做 Yorica的品种 Yorica的品种 也算是四季口 它可以说 一年四季都有可以开花 大部分还是 集中在两个区段 一个就是那个 九月到十月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冬天的时候 我的叫做 梅尔柠檬 它是介于柑橘跟柠檬之间的 一个混种 对所以它有两个的特色 它没有柠檬这么酸 可是它多了一分柑橘的风味这样子 对然后它的含水量也比 一般的柠檬多 接触梅尔柠檬之后 想到哇用五毒 该种 它确实有一种不一样的难度 而且这样的难度也要告诉 很多消费者说 你吃的东西是健康的 因为梅尔的用户在国外的网站 找了很多它可能使用的方式 跟后来使用的一种技巧 除了烘焙 比较难度之外 其实它腌起来啊 风味非常好 我们也很多消费者 它会在网络上做分享 在这几年我们经过农委会 在推广做这个语力认证 都是有机认证 在盛产期的时候 可以送到工厂去榨汁 这次来那个产品的规格 通通可以行销到全世界 这是什么品种的网络 这个是香水柠檬 那我这边全部都是香水柠檬 一般联盟的话 在榨果汁的 一般它们就采绿的 那因为我要做联盟干的话 我一定会放到黄 因为它做起来颜色会很漂亮很透明 那它的香气也比较重 那你看呢 其实我们的一颗檸檬这样来讲 它整个的营养分呢 从它里面的果肉含的汁 到外面这个皮 它的营养分都不一样的 对那我们的皮上面有我们的 柠檬的苦素跟我们的烈黄酮素 这是非常营养的 那还有我们里面这个柠檬汁 就是我们最喜欢 以前拿来敷脸的维他命C 其实就是这样子来的 好各位朋友 现在为大家介绍的是黄金冰茶 那我们的冰茶为什么叫黄金呢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柠檬是金黄色的 那冰茶里面还有一个颜色的来源 是蝶豆花 好那现在就做给大家看咯 来加个薄荷片 好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黄金冰茶 叹叹叹 照署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接着我们下期见 咯 芳 来吧 与黄赞